英国下议院大选在当地时间的4号晚上结束 根据5号公布的计票结果 英国工党赢得了过半数席位 将会成为执政党 领袖斯坦默将会出任英国首相 终结保守党14年的执政 斯坦默领导的工党赢得一位下议院过半数席位 将成为英国执政党 斯坦默有望成为新首相 将受英国国王邀请阻隔执政 斯坦默在其所属选区获胜 他在会见媒体时强调 国家已经准备好变革 将结束政绩式政治 重新回归务实新政治 因为今晚人们在这里 和周围的国家都说了 和他们准备了改变 为终结束了改变 为终结束了改变 改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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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首相苏纳克祝贺工党胜选 并表示对败选负责 英国广播公司 天空电视台等主流媒体 委托进行的投票站出口民调显示 工党将获得议会下院 650个席位中的410席 保守党或131席 自由民主党或61席 改革英国党或13席 苏格兰民族党或10席 剩余席位由其他党派 及独立候选人获得 保守党将陷入历来最大惨败 并将结束14年的执政 其中国防大臣沙普斯 已经落败于工党 失去议员席位 另外脱欧领军人物法拉奇 则是首次赢得国会议席 他领导的反移民政党 改革英国党 预计会获得13席 将成为英国政坛的新力量 法拉奇表示 英国政坛中又已存在巨大缺口 他的工作就是填补这缺口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